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可以拿起手机参与摇一摇互动 打开微信 点击发泄 摇一摇 摇TV 就可以获得惊喜福利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旅游纪念品 五一小长假期间 记者来到湖北省宜昌市的这个乡村旅游景区 我们这里住宿 农家饭菜 经济实惠 好吃不贵 居家外出旅游 除了吃饭住宿 自然免不了还要购物 这就是一个乡村游的景点 路边摆的一些摊位 卖的是一些纪念品和土特产 游客在这下车来购物 那这买的是什么 卖的是什么呢 咱们去了解一下 记者发现 这些摊位上摆放的旅游纪念品 以孩子的玩具居多 长时间坐车免不了枯燥乏味 旅途中给孩子买个小玩具 是不少家长的选择 除了这些学校门口也能买到的模型玩具 在景区还能见到一些多功能玩具 在摊位前 这位小朋友就如愿以成的拿到了这样一个玩具 小朋友说 父母带他去过很多景区 经常见到类似的火箭车 不过父母一直没给他买 就这种产品 而且它的质量很差 买回去可能晚两天就扔了 之后 我们又走了几个乡村旅游景区 发现摊位上的玩具纪念品大都似曾相识 我们走了几个景点 发现都能见到这样的旅游纪念品小玩具 你看 这样转起来 转得非常快 大姐 这个叫什么 手指头锣 那么 这些看起来似乎有点意思的玩具纪念品 销售情况又怎么样呢 买不动 没的人出来 有人看吗 看一般人很少 他就看 他给你拿起 给你酒量 他就给你摔的 所以就说那个人没合适的 开始出来忙好买 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个新鲜劲 对 是的 商贩介绍说 一款新玩具刚上市 往往销得很好 但大家跟风进货 各地景区都卖 很快就卖不动了 那么 景区的成人纪念品 销售情况又怎么样呢 高温流离的叫大特价实员 尽管贪犯吆喝得很卖力气 但过往的游客似乎兴趣都不大 像你们出来之后这个旅游接物品会买吗 不买 也没啥买的 去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超过50亿人次 旅游购物仅占旅游业收入的28% 乡村油占比则更低 而欧美国家的这个数字则是50%至60% 那么 是什么原因造成国内游客只逛不买呢 跟那个工艺品基本上差不多 每个经典都差不多 你全国国际都差不多 如果这种工业化很浓的 或者遍地都是的 那这没有什么个性化的 没有地方特色 色彩都不会买 缺乏特色 做工雷同 千人一面 是游客不愿在景区购买纪念品的直接原因 你说 哪里有 对 哪里有 全国各地哪里有 就是这串 火星石 这这串什么呢 都挺普遍的 而缺少地域特点 以及景区相关的人文内涵 则是纪念品乏人问津的另一个原因 这叫什么 套娃 一个套一个 这好像是也在好多地方能见到 一般都有吧 也是进来的 只有我们这里当地好像没有这个东西的 咱们这个地方没有海啊 也就是青岛农河来的 都是它那边发过来的 招军纪念馆卖俄罗斯套娃 三峡景区卖海洛工艺品 这种纪念品即便游客买回家去 恐怕也难以成为旅游纪念 买了就丢了 回家其实看一下就丢了 像这种东西你买过什么 我买过玉 苏子 那苏子太多了 什么牛角苏啊 什么是吧 还有什么 杀鸡买了 也买了 经过游客调查 我们梳理出了景区八大常见纪念品 不知您是否有同感人 那么为什么旅游纪念品大都缺乏特色呢 就是旅游纪念品是用规模化来生产的 又没有版权的保护意识 国有这些景区 他们自己研发的动力也不足啊 就觉得是靠门票就能够获得相当多的收益的情况下 那就不愿意费神费力的去做旅游商品的开发的工作 那同时呢 小商小贩啊 在景区摆天设点的这些人 他本身是不可能具备研发旅游商品的这么一种能力 在乡村游景区 摊贩大多是附近农民 本儿小 立威 指望他们参与设计生产纪念品是不现实的 我们那些没得哪个回走 全人嘛 全人设计一下 没得哪个我们那些小人 年轻小伙子出名的孩子外头走死 都还是几千岛年走的 那么他们销售的纪念品是从哪里来的呢 根据商贩的指引 记者又前往浙江省进行调查了解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义乌国际商贸城 这儿呢是目前国内比较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日均客流量呢超过20万人次 一些景区的旅游纪念品的经营者告诉我们说呢 他们的货呢就是从这儿进的 今天呢我们就进去了解一下 记者发现我们在景区看到的旅游纪念品 这里大都能见到 而且如果批量进货价格会非常低 甚至不足景区销售价的五分之一 摊贩们愿意从这里大量进货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拿货都很便宜的 这个拿货都很便宜的 就是五块六块 嗯 这个都很便宜 五块六块 嗯 销能销到多少这个 哎呦 你哪里那里塞自己呢 这个华街是卖的高的可以 那游客要问这个是什么做的 怎么这个做的 你可以说琉璃啊 好 琉璃做的 嗯 其实这是什么 自信之多的 这些纪念品大都没有任何地域特点 批发商说 之所以这样做 是为了不分地区的批发销售 如果景区符号过于明显 销售就会受限 而定做有景区特色的纪念品 需要单独制版 成本则会提高 专门为你定制一个 它是别人卖不会去的 好 你自己想要花掉这个版本 嗯 像这种 没有标志的就是 南方也能用北方也能用 对 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记者又来到几家旅游纪念品生产长家 在这家专门生产玩具纪念品的企业 工人们正在感知的 就是之前记者在景区见到的手指陀螺 一天能做多少个 三四千个吧 一天能做三四千的 嗯 据介绍目前还算淡季 2016年 手指陀螺在市场刚一出现 这个家庭作坊般的小厂 一天要生产五万个 这种小玩具的生产成本 只有一元多钱 在景区却能卖到二十元左右 巨大的利润 让大江南北的景区 纷纷发来订单 开个模具嘛 模具开好以后 大家就可以生产中来做嘛 无论是玩具还是工艺品 这些纪念品制作简单 可复制性强 发现某一款市场上火爆 当天就可以订做模具 第二天就能出成品 你如果这款是爆款啊 人家马上也会 跟过来做这 跟着你的做嘛 很简单的嘛 因为这个好像没有三密机密 一拿过去他就知道的 这个 企业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一天生产五万个玩具 哪怕每个利润三元钱 一天就能赚到十五万元 这是研发制作特色纪念品 所无法比拟的 批量生产很简单 什么来了跟着他走就是了 很简单 如果特色你要去引发 肯定要去设计怎样子 专家认为 景区需要批量生产的玩具和工艺品 更需要具备不可复制性 有当地独特属性的纪念品 买回去才会有记和念的意义 唐山市号称北方磁都 在这个展厅记者看到 当地的旅游圣地唐山八景 被分别设计在了一套杯子上 这个是我们国家矿山公园 这个是我们最有名的青东陵 游客回到家以后 每每看到它 每每用到它的时候 就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原来当地出台政策 鼓励和扶持旅游纪念品创新 对于有唐山特色的传统文化产业 政府有相应资金支持 当地马兰玉银器 有着三百多年的传承 至今仍采用手工赞客工艺 你像我们干这手工的 每一个 你看这个 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说有这个手工的这个 灵性在这里 就是机械都是一个样 正式采取了手工工艺 这样的旅游纪念品 也就减少了被抄袭和模仿的几率 唐山皮影又是一个古老的民间艺术 除了组织表演 当地还引导老技师 制作皮影造型和玩偶 作为旅游纪念品 由于地方特色浓郁 在景区非常受欢迎 您看 连我们的记者见了都爱不释手 这两只手好像不够使的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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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 诶 好好吃点吧 对 再转过来 哎呀快了 胳膊扭了 没事没事没事 师傅师傅都快饿昏了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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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小吃也被培育成特色纪念品 不仅能在景区吃 还能带回去 这种被称作鸽炸的油炸食品 用豆面做成 用姜黄着色 在景区卖得很火 就是现在没有人做了 那么我们把这些最传统的这种东西 用最传统的工艺拿出来 让更多人尝到 专家认为培育特色纪念品 旅游协会 工艺美术协会的作用不可忽视 协会也组织了很多设计大赛 那么对这个我们地域文化特色的 旅游纪念品的设计研发 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同时商家还应增强知识产权意识 研发的新产品要及时申请专利 政府也应加大对于仿制侵权行为的 诚值力度 使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受到保护 在旅游地卖一些不搭调的纪念品 短期来看金融者能赚到一些小钱 但是从长期来看 这不利于深入挖掘旅游资源卖点 不利于塑造一个地区的旅游品牌 要让一个地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 不断地下金蛋 需要多方面的开发经营 比如说只有对一个地方的特色文化 有深入研究 才能找出旅游纪念品的卖点 找到了卖点 还得有办法组织力量 将它变成受欢迎的商品 旅游要为产业兴旺 农民增收做出更大的贡献 就必须充分开发旅游资源的多层次内涵 大量蜜蜂扎堆小区带来甜蜜的烦恼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这个季节勤劳的小蜜蜂们开始忙碌了起来 最近在江苏扬州的一个小区里面 有居民发现一棵树上聚集了大量的蜜蜂 这很可能会对大家的安全造成影响 这可怎么办呢 下午2点多记者在现场看到 一截30多厘米长的树干上 密密麻麻聚集着大量的蜜蜂 发现问题后 保安立即守在现场提醒大家小心 同时向警方求助 有给了一个号码 那是桌门装了个蜜蜂里 不一会前来捉蜜蜂的老张父子来到了现场 经初步鉴定这是一群野生的蜜蜂 飞到这里聚集可能是因为小区里鲜花盛开 蜜圆丰富 随后儿子小张爬上树 用一只收蜂笼罗罩在了蜜蜂聚集的树干顶端 并用手捞住蜜蜂往笼子里面送 很快这些蜜蜂像听到了命令一般 接二连三的进了笼子 老张说由于父子俩养蜂已经多年了 生殖蜜蜂习性很有经验 所以不需要穿戴防护服 我们比较了解蜂的习性 我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它会攻击人 这是第一个 其次我们本身家里面养蜂 它经常被蜂择的话 身上已经就产生一种抗体了 蜜蜂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蜂蜂它会主动攻击人 如果是蜂蜂的话你肯定要穿着防护服 必须要全部服装 老张提醒说如果发现类似情况 大家一定不能擅自处理 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等待 现场的蜜蜂悉数爬进了笼中 老张表示他们会把这些蜜蜂带回去训养用来酿蜜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小习惯 比如说钻笔咬指甲等等 而在浙江嘉兴呢有这么一个男子平时喜欢玩打火机 前几天他去水果市场里面进货 结果不慎把一个水果批发布的泡沫箱子给点着了 惹了大火 黄老板说自己只是去了一趟洗手间 出来就看到店里员工在灭火 好端端的泡沫箱怎么会烧起来呢 警察一查这场火跟杜某有关 杜某是安徽人今年33岁 这几年一直在江苏卖水果 事发当天早上9点左右 他跟其他三个朋友来到黄老板的水果批发布进货 杜某说自己玩打火机的习惯已经有七八年了 以前摆地摊的时候 一空下来就喜欢用打火机烧泡沫箱纸板箱打发时间 没想到这个坏习惯竟然会捅出这么大楼子 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了 杜某走到箱子边上一点打火机 以为没点着走了 可没走出几步火苗就窜起来了 在几个人一阵扑腾之后 火终于被熄灭了 但还是有140箱芒果被烧掉 另外有150箱芒果被水和灭火气喷到影响销售 虽然事后杜某主动赔了两万元钱 取得了黄老板的谅解 但他的行为已经涉嫌放火罪 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是提醒我们市场上一些广大的一些商家 平时呢要增强这个防火的意识 警方对于这种类似的放火啊 或者恶意的拿火去破坏啊 烧毁什么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呢 也会依法的严厉打击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三冬时讯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不长屋会议 研究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 部署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体系 会议指出 扶持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 是产业扶贫的关键环节 要突出重点形成合力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电商营销平台 媒体网络的作用 把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作为大事实事 下功夫抓实抓好 5月8日 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行进中的中国乡村 一位三农记者的视角 新书发布暨座谈会在京举行 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黄书元 人民出版社党委副书记王同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本书作者赵泽坤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技协原党组书记翟生 等首都各新闻单位领导 嘉宾50亿人出席 行进中的中国乡村 一位三农记者的视角 收入了作者赵泽坤35年来 从事三农新闻报道 和农村经济政策研究等方面的部分 优秀代表作品《百余篇》 从一个守望者和记录者的角度 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巨大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本书也是一个有良知的记者 真诚记录的农村改革史 我想三句话 一个叫忠实记录 一个叫真诚记录 第三句话叫公益服务 我们每一句话 每一个采访 每一个系统 甚至每一个事件的表达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这个社会的进行 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来自中宣部 中国社科院 全国工商联等单位的嘉宾分别发言 并就本书涉及的农村改革相关问题 进行交流和讨论 江苏肃签阳河新区 规划567亩用地建成的 神农时代阳河农业佳年华日前开源 分为主题鉴赏区 休闲体验区 科研创新区 综合服务区等五个功能区 是集农业生产 农业科普 农民培训 科技研发 品牌推广为一体的农业主题公园 近年来 杨河新区积极推进 产业富民乡村振兴的探索 具例旅游加农业 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查询往期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去交三浓浪的官方微博 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明天再见